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直到2010年 世界卫生组织就修改了定义 称全球性的大流行病是一种人们没有免疫力的新疾病 同时在世界的范围里面已经超出了预期的传播 流行性的感冒 霍乱 还有瘟疫 这些都是大流行传染病 在历史上都有过记录 随着新冠肺炎的疫情蔓延全球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赛德就在3月11号的时候 在日内瓦正式宣布新冠肺炎 拥有全球性大流行病的特征 会被定性为全球性大流行病是因为 日前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国已经夺走了超过25万条的性命 确诊病例也超过了360万 距离上一次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全球性大流行病已经是有11年了 当时是因为2009年 因为HENE 在这之前 有没有大流行病 答案是有的 1981年就出现过了西班牙流感 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大约是18亿人感染这个病毒 当时的医药不发达 造成全球至少有5000万人死亡 也因为是这样 医疗团队就开始研究 直到了1928年 全球首支的疫苗才诞生 才被投入公共使用 虽然疫苗的出现成功控制到全球性大流行病 但仍有各种不同的大流行病 还是不定时无法预防的发生 为什么呢 带大家来看一下 人类 病毒 还有动物 这三角关系 一些动物身上存在的病毒 在自然宿主的身上是不会发生任何的影响 往往是通过了中间的宿主 来到了宿主的身上就产生了变化 例如 蝙蝠的病毒透过了穿山颊 蛇 还有鱼 这类中间宿主 病毒就可能产生了变化 人类接触之后就有机会受到感染 野生动物是细菌 还有病毒寄生虫 等这些病原体的储存器 还有放大器 比如多项研究显示 蝙蝠可能携带一百多种的病毒 根据目前的许多研究 很可能包括这一次的新冠病毒在内 另外 鼠类也可能携带夜生菌 通过跳蚤 也就是这个中间宿主 传染了 给人和动物引发了鼠疫 这些都是人畜共患 2014年南非爆发一波拉病毒后 比尔盖茨隔年在公开演讲上 呼吁重视病毒危害 今天最大的危险 世界上的危险 并不像这样 反正就像这样 不是危言总听 而是有界可循 历史显示 1518年 墨西哥爆发天花级麻疹病毒 1700万人感染身亡 1918年 全球爆发假型HENE流感病毒 也称西班牙流感 夺走2500万条人命 近20年的SARS MERS 伊波拉到COVID-19 这些病毒夺走的性命 远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 造成的6500万人死亡的数据 病毒之所以可怕 在于它的传播速度及破坏性 病毒它是你人是看不到的 你也感觉不到 而且它的数量是很多 它哪里都可以去 只要那个人呢 它跟着那个人 那个人活动的范围有多广 它就可以去到有多广 我是徐慧宜 一位病毒学博士 我研究了25年的病毒 目前我是在布特拉大学的医学 及健康科学学院当副教授 肉眼看不见的病毒从古至今 对人类和动物有着一定的威胁及伤害 它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三角关系 我们动物和人类 我们自己本身都有原生菌的 所以这原生菌可能是细菌 也可能是病毒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的这些细菌病毒 它可能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危险的 可是它去到不同的物种 它就会可能就会引起疾病 人类无止境的欲望 加上生活习惯改变 促使了今世灾难的发生 世界的人口也不断地一直在增加 在增加的当下 你又要有工业 所以你变成你的地越来越不够 乡村已经没有地方给你的 你就会去到森林里面 所以你就会越来越近距离地 接触到你原本不会接触到的 一些野生动物 然后人就开始觉得 这个去尝试下也不错 人畜共患的这个病毒 就会从动物原本不属于在人类 可是已经开始在人间传播 一旦爆发疫情 首当其冲的就是动物 而扑杀是一贯的处理方式 面对人类的口语 却要动物买单 有人就发起如素运动 既尊重生命 也能增强自身免疫力 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整70%都是在肠胃里面 所以医生菌在肠胃里面 非常非常地重要 但是要医生菌的成长的话 就需要一些食物来养它 它就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 包括纤维 销素其实他们放很多蔬菜水果 去发酵 其实在发酵的过程中 它会产生很多的医生菌 但是你可以做做试验 把一块小小块的肌肉放进去里面 几天后整桶酵素就会坏掉 同样道理 当我们吃多点蔬菜水果的话 其实你会养住你身体的医菌 但是如果你快吃一块鸡腿的话 想想看里面的医菌就会不见了 对了 而且坏的菌菌就会增加 这也是为什么免疫系统就会下降 病毒不可怕 可怕的是人类欲望引发背后的灾难 期许人人响应蔬食 不伤害动物之余 也为健康自我把关 大约新闻李婉俊 林延军罗果冲 马来西亚学栏鹅报导 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口腹治愈 使到一些病毒危害人类 如今一个地区爆发传染病 它会借由便捷的交通 可能会迅速传散到全球 成为了威胁人类的健康的敌人 从事威生物研究员的杰斯敏博士 在马来亚大学任职讲师 他在念博士班的时候做研究 需要把禽流感的病毒 注射在猪肢的体内进行研究观察 这项实验让他觉得很残忍 也改变了 他决定不再吃肉 改吃素 而这一吃就是七年 杰斯敏博士是一名威生物研究员 热爱潜水及喜爱海洋动物 也在马来亚大学担任高级讲师的杰斯敏 在一次的动物实验中感触很深 下定决心游昏转速 我们想要研究影响的影响 2013年如苏至今 杰斯敏博士 由一开始的饮食不均 到后来参考多位素食者的膳食计划 摄取了均衡营养 也渐渐影响身边有人 希望更多人如素 杰斯敏博士认为 不论是出自爱心或同理心 它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健康的行为 我们不能只剩下 我们不能让它成为 然后让它育成而生 然后然后殲碎它 那是不正确的 那是没有其他 有其他生存的 其他生存在 其他生存在 例如我们没有准备 为了生存在 的生存在 欲望深无底 别因为饕贴大餐满足一时的口欲 却赔上了健康 甚至引发了世纪灾难 麦大爱刘婉俊吉隆坡报导 如素可以是出自爱心 也可以是以环保出发 甚至是一份孝心 台湾歌子戏 名林唐美云 因为父亲过世 唐美云就开始尝试如素 对于父亲往生是不舍 让他不断地去思考 生命最终的归宿 之后又因为戏剧的关系 需要扮演地藏王菩萨 刚好让他延续吃素的习惯 然而真正让唐美云决定终身如素 是因为母亲和自己开刀的经验 因为感受到了动手术 才割那一刀就已经很痛了 那么平时动物被宰割的时候 肯定是会痛上了上千倍 所以唐美云体悟到了 所有的生灵都是有血有肉 有知觉有感情 他毅然决然地吃素 更在剧著里面 跟大家来分享吃素的好处 大家熟知的歌仔系名诀 唐美云 吃素已经20年了 当初是在母亲一次大病开刀后 他体悟到动物 都是有血有肉 有知觉的生物 因此他开始成为素食者 并鼓励大众为了拯救地球 拯救自己 一起来改变饮食习惯 三生只为天安寿意欲 天穹改召 松大乡 吃素已经吃了很久了 对我来说 其实不管是体力也好 也就是说一个身体状况 其实帮助很大 还有就是像前一阵子除了拍大爱台的戏 那还有在上一电视台的戏 有的人就会觉得说 那你的体力跟你的精神是怎么维持 我就跟他们推广 受信 所以吃素真的是好处多多 不论是演出歌仔戏 电视剧或者是电影 唐美云都有杰出表现 尽管工作繁重 他仍然体力充沛 而他如素的因缘 同样也是来自戏剧 吃素的缘起一直维持到 现在其实有很多个音缘 就是第一个吃素的原因是因为 早期不是拍电视剧 他如果没有演到 类似像拍神佛的片子 你都一定要 主角就一定要发愿 一定要就是吃摘 就是希望拍摄进度顺利嘛 那那个时候因为 我拍了一出连续剧 那演的是地藏王菩萨 所以就想说 为了让剧主整个平安顺利 所以就发愿了就素食 那大概杀青了 他们就怂恿我说 会不会起床啊起床啊 那后来在那个庆功宴上面 才发现 其实连一口汤都喝不得 喝了就整个都反胃 我们开始拍把屁如水的时候 我们就其实在我们的工作场合 就大部分都是以素食为主 那团员们其实他们都很发心 也很配合 这样几乎是只要在我们这个工作场合 我们就大部分都是以素食 那甚至于有几位年轻的团员 他们还有蛮多位现在都开始 也真正的就是开始吃素食 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的人文课 学生学习如何尊重生命不杀生 苏尊爵因为受到了同学 邱文艳的鼓励 决定响应如素 苏尊爵除了自己如素之外呢 他还迅速将做好的苏食照片 传到了群主 鼓励更多人来如素 七岁的苏尊爵劝素有法宝 善用群组分享苏食美食照 苏尊爵受到同班同学影响开始如素 而且大力推广 文艳的妈妈整天会有学讲文艳做素食啊 然后劝人家吃素啊 讲做global warming的事情啊 然后我都有开给他看 他看了个话讲 嗯 文艳做的事情很对 所以我也要跟他好好地学习 让这个好的事继续下去 影响别的人 真姐 为什么你要吃素 因为我要保护地球 我们要救地球 保护地球 还有呢 还有 不要杀动物 母亲发现如素后的尊爵 性情变得温和 Jasper是一个蛮暴躁 蛮即兴的人 然后她不是那么容易认输 认错的人 然后她吃素后 她的脾气温和了 一颗单纯的心 尊爵希望能影响更多人 一同加入如素的行列 麦大爱胡勇雄黄玉美 学兰儿报导 为于尼泊尔中北部 平均海拔2500米以上 这个地方叫做穆斯坦 曾经是独立的穆斯坦王国 当时呢 也被称为是洛王国 是存在600多年的古国 穆斯坦取自于藏语 意思就是富饶的平原 当地的语言文化 还跟西藏是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为非常靠近西藏 居民的多数信奉藏传佛教 长久以来呢 一直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 禁止外国人进入 直到了1992年才对外开放 外国人需要进去里面的话 是要获得政府的许可证 才可以进去的 而且这个许可证可不便宜哦 本周的精选图 带您来看到的是 当地有名的传统节日 提及节 至上为期三天的节日 僧侣会装扮成守护神 在广场进行仪式舞蹈 庆祝多杰乔诺战胜 恶魔父亲拯救了野马国王 摄影师黄文心在 《洛曼堂》拍摄这组画面的时候 按下快门的当下 心中是非常的惊讶 他觉得古老的传统 从西藏传到了穆斯堂 并保留到至今相当的不容易 他被鲜艳的色彩 以及当地村民脸上的笑容吸引 有酒的文化 异国风情 加上村民的笑脸 与您一同分享地球村的美 今年的魏赛节 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 人人必须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而无法如期的举行 有情的道场 欲佛仪式虽然无法进行 但是线上的云端 线上欲佛却是可以打破 时间空间还有人与人之间 佛陀说 实相无相无不相 只要是心诚则灵 佛身不需要我们为他来沐浴 欲佛的含义 其实就是要借由沐浴佛身 来洗涤我们内心的贪嗔痴 还有这个烦恼跟污垢 显现出我们内在的佛性进化心灵 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就是 各大寺院今年在云端架设的 欲佛网站让信徒一起来 沐浴佛恩 同时呢 祈求新冠病毒能够早日结束 而慈祭今年同样也架设了 云端线上欲佛 水龙慈西志工在家进行欲佛仪式 透过礼佛族表达对佛陀的敬意 并用虔诚的心 希望能够启发内在的亲近 正义上人开示 人类的悟性应该是要 抬头向天求忏悔 低头向地道感恩 在这一波疫情爆发之后 无形的病毒看不到 但是却随时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使到了人心惶惶 各国实施封锁政策 限制了人们的行动 也改变了宗教仪式 像是神父不再把圣饼 放在这个信徒的舌头上 而是选择放在他们的手中 在表达和平的仪式当中 会众也不再是握手了 而改成了坐在位旁边的人祈祷 虽然采取这样的措施 有人感到失落 但是无阻宗教信仰带来的力量 有人把它当作是心灵的依归 在疫情期间作为寄托 时间飞逝 感谢您跟我们一起守着这二十几分钟 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赵峰 我们下周见